你好,欢迎收看9月23号大花联地方新闻,我是陈宇慧 花联县112年银法族运动嘉年华23号在小巨蛋登场 近千名老大人齐聚各个单位带来活力舞蹈 现场还有趣味竞赛及运动体验 让银法族们可以疏压,活络筋骨,还可以情感交流 近千名老大人齐聚花联县立体育馆小巨蛋 各自带来精彩舞蹈 为23日花联县112年银法族运动嘉年华热闹揭开序幕 不要把老中青三代的健身超活力四射 最后马大艺术恒舞级的原住民舞蹈 邀请健康运动委员会成员一起跳舞 为活动带来高潮 最主要就是希望让我们银法族的长辈、伙伴们 都能够有机会走出户外,大家一起来运动 这几年我们知道在现场的一个支持之下 其实在各个的一个体育场馆 还有学校的一个设施设备 都做一个非常充实的一个部件 那尤其在银法族的这个区块 更是不容忽视的 所以我们目前在花莲有三个地方 是专属我们银法族的一个健身俱乐部 那未来也会积极的争取经费 在中区南区的部分去做一个部件 那希望能够让我们银法族的一个运动环境 能够更加的一个充足跟完善 活动现场由各单项运动委员会提供各项不同的运动体验 华林县福教育处表示 重视长者的健康 县内提出许多照顾长辈的政策 更鼓励银法族运动健身 华林县目前有私处银法族健身俱乐部 明年也将在凤林和瑞穗新增据点 期盼透过活动让长者在地健康生活 也提升全民运动风气 记者蒋邦彦华女士报导 明年年1000万才正增拳